美国与美东时间6日启动,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下午表示,中国对美同价值商品加征关税已经生效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,中国对美同价值商品加征关税已经生效。 中国外交部6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,陆康对于中美贸易战相关提问时作商术表示, 他说,当美方对中方加征关税生效同时,中方对美方加征关税也已生效。 美国贸易代表署,USPR6月15日宣布,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25%高关税。 7月6日起先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25%的关税, 之后还会再对284项商品采取关税。